嗨,大家好,又是我芳包哈,你们看,一个大鱼头 今天呢,我打算用这个鱼头呢,来煮成一锅汤 煮这个鱼头汤的配料呢,也是非常简单哈 那个鱼头呢,是买了大概800克哈 所以呢,这个酸菜呢,我也准备了大概300克左右 然后将一小块生姜拍边 至于豆腐和番茄的份量的话,就按大家的喜好适量的增减就可以了哈 好了,马上开始制作 首先热锅凉油哈,先将这个鱼呢,凉面给煎香煎脆 煎到这样的程度呢,基本上差不多了哈 现在呢,我们可以将这个生姜块扔下去爆香哈 姜块爆香以后呢,现在我们可以将这个酸菜也下锅了哈 然后再加上1500毫升的水 然后盖上锅盖让它烧开哈 烧开之后呢,现在我们就可以将这个番茄还有豆腐都沾进去了哈 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来几勺这个花雕酒或者料酒哈 盖上锅盖以后呢 转成葱小花哈,慢慢的熬它20分钟 然后呢,这个酸菜与头豆腐汤呢,就算完成了 非常的开胃 非常的大道的咸菜与头豆腐汤啊 来,干杯 非常酸爽,非常的下汤 对我来说呀,这个汤呢,也非常的下酒 为什么呢? 我们看,因为有酸菜,有豆腐 酸菜与豆腐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下酒的一道菜啊 还有这干姜的小宅一宅,也非常的下酒 昨天呢,有一位朋友呢,就是那个名媛的粉丝生活哈 说泡这个人生酒哈,泡了那么长时间都没喝 那今天呢,我就试试看,尝尝鲜蛋 来看看这个泡了4个多月的人生酒,味道是鲜还是蛋哈 哇,这个人生的味道好浓啊,好浓重 60几度的高度酒泡的,这个味道呢,太重了 不过呢,人生味道确实挺浓,挺香的 鱼肉跟豆腐吃完了哈,剩下这个汤汁呢 拌饭的话,绝对非常的饱饱 非常下饭的一道汤水哈,建议你们有时间呢,在家也可以坐坐看 那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哈 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呢,可以点赞,关注,留言并转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就会在前面对应 随即发酬了